經濟部長沈榮晶一號為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與台北國際流體傳動與智能控制展站台造勢 他強調 此次各國際大廠解決方案齊聚一堂 顯示大家都有看到市場潛力 未來智慧製造出現跳躍性成長是相當可奇 面對這股浪潮 經濟部也會持續帶領產業轉型升級 並請法人開發智慧基上盒 減輕中小企業的轉型負擔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法人去開發一些所謂的智慧的基上盒 在我們的中小企業的機械上面去裝了這一個所謂的智慧的基上盒 所以這些所有的透過這些鮮舍感測器的信號 就能夠透過智慧基上來丟到Cloud營端來 透過營端以後讓我們的中小企業能夠加速來 先不用智慧化 先智慧化就好 今年兩展首度擴大展出 規模號稱令年之最 三展廠商超過800家 展出項目包括工業自動化及相關通訊與軟體技術 機器人技術 工具機設備等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理事長黃漢邦受訪指出 隨著外籍移工 母國經濟持續發展 工資成本上揚 過兩年 台灣恐招聘不到中低階的外籍勞力 自動化商機因此顯現 而政府正力推智慧製造 台灣中小企業可以先試著導入智慧彈性製造單元RPA 轉型成本相對沒那麼高 那這一個智慧彈性製造單元裡面 它可以根據客戶的需要組成你所需要的智慧加工單元 那這個智慧加工單元就提供了一個total solution 一個twenty key solution 那包括軟體跟硬體的整個整合 那將來你也可以把這個智慧彈性製造單元 整個重新拆組 重新組裝 你可以變成一條生產線 也可以變成整個廠 所以我看這方面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台灣在這方面呢 是有相當多的一個基礎 那目前的發展也非常的好啊 那尤其機械產業這一部分呢 也是變成第三個兆元產業嘛 那未來這個前景是可期的 黃漢邦預估 本次展覽將可促成幾千萬到上億美元的商機 年成長上看20到30個百分點 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會理事長鄭正中則預估 年成長可達15到20個百分點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鄭祥雲 謝嘉欣 採訪報導 沒ione 早上今天到最後還有全家裡 他要整個小朋友吧 céu子的開FP